隨著這個疫情來擴散 跟這個確診的個案 住在一起的家屬 也就是跟確診的個案 有密切的接觸者 都是高危險 像這個新增加的第386例 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性 就是因為到第195例如朋友 兩個人在做基加減育的時候 沒有保持就適當的鼓勵 吃飯也沒有分開 結果兩個人都去問到北斗 這位吃飯這家北斗也全部恐慌 四月十三新增加個案 三百八十六例有過敏症中 他的女朋友是一百九十五例 三月十九美国集經台灣 三月二次發併的東西 因為基加減育 三月二日 通報猜減三月二三 確診 因為兩個人 三月十九 三月二次上廚兩天 後來因為女朋友 確診 比規定要基加隔離 但是他跟弟弟這段期間 一直出現過敏症中 因此更大差減時 將於調育太減四月十二確診 不過過敏有很多種 驚訝的老品水 跟新城關中病毒的確診者 受傷 也有感染者 一開始自行判斷 以前過敏 譬如說以前過敏 如果大部分是鼻塞 打打噴嚏 而且頻率不高 以鼻塞為主 那現在的過敏 如果是鼻塞加上流鼻水 而且鼻水量還不少 你就要小心 這位中心統計 目前確診個案 主要歡迎關頭 只要肺炎很嚴重 心臟通常就會產生問題 第一個 婚姻本身有心律不整的問題 可能會造成心律不整 第二個 嚴重的肺炎本身 也可能造成心律不整 你兩個危險因素都加上去 就是要密切監視 醫師強調業務的治療 每個人不一樣 加上婚姻業務本身 對心臟有副作用 稍微增加喝醉的困難度 你一定會有心臟 你確認 你確認 你有心臟